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全都封了领地了 还都封了王 什么样的王都有 随着西汉渐渐兴盛起来 这些王也都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个人势力 各霸一方 但是时间长了 有些王就在他们的领地里 挥霍无度 无错非为 欺压百姓 这吴王的手下有一个文人叫梅盛 梅盛看到这种情况了 他就写一篇文章的七发 七发这个文体可以说是梅盛首创的 后来也变成一种固定的形式 很多文人都仿效这种文体来写作 那七发是怎么回事呢 他其实就是写的以前的故事 他讲的是春秋的时候啊 楚国有一个太子 忽然就得到的病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浑身上下 全身都不舒服 觉得头疼 这头疼 找了大夫来看啊 看了剩药之后 头疼好了 头疼好了 这胃口又不好了 这胃痛啊 这胃痛找了大夫来治 胃痛好了 这胃痛好了 肚子又疼了 找了大夫来又治 就这么样的 浑身上下 哪里都出问题 这太子就躺在床上啊 他就想 哎哟 我看要完了 我要死了 这么多大夫来都治不好我的病 嘿 我看我真的要死了 这时候啊 有一个很精明的人 来楚国做客 他听到太子生了怪病 就去探访太子 看到太子躺在床上 就给他耗了耗脉 他就知道了 太子 您这病啊 我已经看透了 其实 您一点病都没有 太子听得很惊讶啊 哎 我这冠身上下毛病这么多 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呢 我要死了 你知不知道 太子别急啊 您听我仔细的讲 我给您讲讲七发 什么叫七发 七发呀 就是您的病的病因还有处方 有七件要注意的事情 哪七件 第一件 就是太子您本来没什么毛病 但是因为生活过得太好了 吃香的喝辣了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或者菜富裕的生活 就产生富贵病了 其实没什么 多运动 多锻炼就行了 还有呢 还有第二件 就是您这肚子疼啊 其实就是便秘 平常啊 这什么干粮啊 馒头啊 肉啊 不易消化东西吃太多了 所以我建议太子 多喝点粥 喝点面汤 吃点西食 吃点蔬菜水果 这样帮助消化 你这疾病就会如汤卧血就消失了 如汤卧血这常语就这么出来的 什么意思呢 这汤啊 就是热水 雪 就是下的那雪呀 这卧就是浇的意思 如汤卧血呢 就是指热水浇到雪地上 这雪就卧 就融化了 就像是疾病 卧 就消失了 身体就好了 那么第三件到第七件事情 我就不说了 因为跟这成语没什么关系 本来如汤卧血这常语就这么流传下来 它的意思呢 到了现在指的是 事情非常容易能够迅速解决的意思 好 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